读史可以明智之谷方能见金 历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它是人民安身的基础 承载着许多的文化 有句话说得好 以谷为敬 可以知星体而比起枯燥乏味的历史书 历史剧反而更受人们喜欢 这也是了解历史的一种途径 虽然在细节上可能比起正史差那么点 但大方向肯定是相同的 在我国这么多朝代中 元朝的疆域可以说是最大的 可与之相关的历史剧反而是最少的 这是为什么呢 元 说起元朝 很多人都不认为它是我国的朝代之一 因为要是说起来的话 它的前身是大蒙古国 说到大蒙古国 就必然会提起那个草原上的天骄霸主 承吉思汗 如果说起他的功绩 那可是太多了 也正是这位的出现 才有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有少数民族统一的王朝 别看元朝时间短 但皇帝可不少 若是从承吉思汗建国来看的话 元朝可以说是一共存在了162年 可如果是从改国号算的话 还没过百 仅有98年 其实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元朝存在的时间都是极短的 这肯定是不符合元朝皇帝想法的 毕竟在我国历史上 有哪个皇帝不想自己的王朝帝国 能够永远兴盛下去呢 就连统一六国的始皇帝尚且都有这种想法 更何况其他皇帝这是一个避免不了的想法 盛吉必衰这个自然规律 大家想必都明白 而要让一个王朝一直保持兴盛 需要做到的太多了 其中的不确定性也非常的多 因为自下朝开始 善让制就变为了世袭制 从此就成了家天下的局面 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都说龙生龙凤生凤 但皇帝的儿子不一定都是贤明的君主 虽说元朝并不是世袭制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却也不代表他没有问题 相反他的问题最大混乱无序 在我国历史上这么多朝代中 如果要说皇位继承最离谱的 那么元朝肯定是榜上有名 他的继承制度既不是传位给贤明之人 也不是传位于皇帝的子嗣 而是看谁的拳头更大 没错就是谁的武力之强 谁就能当皇帝 从这一个制度当中就能看出 元朝有多么的离谱 实际上在一开始的时候 元朝的传位制度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其前身是大蒙古国传位制度 也是延续的蒙古 蒙古国的领袖是经过王公贵族公推出来的 但是忽必烈继位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认可 如此一来可以说是开了个先例 这就导致后边的皇位继承变得胡来了 奉行谁的拳头大谁上位 在这种制度之下皇帝可谓是频繁的更换 毕竟墙中自有墙中手没有最强只有更强 除此之外有的皇帝更是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的现象 这意味着什么相信不用多说也都能猜到 这个时期简直是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混乱 而影响肯定不止于此 要说最受苦的肯定还要数平民百姓 在皇帝的频繁更换之下 治国方面肯定是没有多少建树的 毕竟新皇上位之后是要巩固自己地位的 可以说这是所有皇帝继位后要做的第一件事 本来这没什么问题 但你要看放在什么时候 如果说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得皇位的话 这么做肯定没事 可元朝是这样吗 明显不是 皇位频繁更换的状态下 代表每任皇帝在位时间都是极短的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巩固皇权 刚巩固完没多久 啪的一下就有人来挑战争夺皇位 然后皇权交替新皇又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 如此反复 这样一来政局就变得极不稳定 大大助长了朝中贪官污吏 亦或是全臣的发展速度 政局的不稳就导致平民们 过得那是一个水深火热 而为了不影响发展朝廷还增加了税收 最后这些重担还是落在了平民头上 而平民过得不好社会秩序就会发生混乱 可以说是恶性循环了 官逼民反 历史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农民起义和造反的事件 归根结底不都是因为活不下去了吗 而活不下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昏庸无能的皇帝 奸臣当道的朝廷永无止境地压榨 但凡有一点活下去的希望都不至于有人造反 朱元璋不就是如此吗 在压榨之下连饭都吃不饱 而元朝所做的还不止这些 他们为了更好的统治 直接给人民划分了等级制度 共分为四等 其中蒙古人肯定是最高等最高贵的 这不用说毕竟皇帝都是蒙古人 其次就是其他的少数民族 再往下就轮到汉人了 在这一等级中不仅没有任何的特权 反而还会受到压迫毕竟是被统治的 最低一级的就要属男人了 这个男人主要是指南宋残存下来的人 不过却是除了四川之外的 从这些就能看得出来元朝君主治国能力的低下 虽然在打仗方面确实非常厉害 但治国却是两说 种种原因之下尽管元末时期 频繁更换皇帝在此刻得到了终止 可整个元朝早已千疮百孔无力回天 人们再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统治 纷纷从各地开始起义 反正都已经活不下去了 为什么不去造反搏一搏 这样至少还有希望比坐着等死要强得多 人们再也不想生活在元朝的统治下了 实在是太苦 结语 所以总结下来的话 这以上的种种都是不拍元朝历史剧的原因 因为能讲的东西和人物太少了 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 这让人怎么去拍 再者说还有个外蒙在那边看着呢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种无序的环境 元朝很少有自己的文化底蕴做支撑 估计这也是原因之一 说到底 在现在这个讲究和谐的社会 一切都需要朝这个方向靠拢 除非是能弘扬一些精神的 我说是我们的家人物太多了 人物太多了